资深命理师廖美然他带领的莲华观音店慈善爱心服务团一群30人 从宜兰集合搭着游览车送爱心到花莲的灵敏教育院 他们捐赠的善款60万还有90箱教育院需要的物资 支持心智障碍服务也帮助心智障碍者可以致力一人 捐赠仪式场面温馨 耐美院老师支持师表示感谢灵敏教育院老师的爱 许多心智障碍者因为无法生活治理能力 家庭照顾者也未必能够陪伴他们的一辈子 所以很需要一个晚上的团队来支持照顾 希望透过捐助上款以及物资的捐赠 就是在支持每一个心智障碍家庭的生命 迈向黎明迎接希望以及光芒 这一次我们联华观音店爱心服务团队来到黎敏教育院 其实都是我们联华观音店菩萨的意志 因为菩萨希望我们把爱心这个慈善的关怀 传播到每一个弱势的角落 那么特别选择黎敏教育院是因为 黎敏教育院是一个非常有爱 也需要大家爱心资助的地方 因为我很钦佩黎敏教育院每一个志工 每一个服务团体对这边的院生的一个照顾 然后照顾得非常好 然后我也希望除了联华观音店 我们每一个有爱心的团体可以多来照顾黎敏教育院 黎敏教育院院长邱淑义表示 很感谢联华观音店慈善爱心服务团队 可以经费以及物资 多达90项的物资一项项从游览车搬下来都是日常照护院生一定要用到的生活用品 个人卫生用品 清洁物品对黎敏都是莫大的帮助 券转仪式结束之后团队也安排前往黎敏向阳园 了解华东唯一针对心智障碍所推出的绿自然招护服务 区院长也提到再次感谢人美新美的廖老师 因为一个人的出现会以尘埃的暖流 但这份暖流能够感动更多社会大众 一起支持黎敏教育院心智障碍整合转协服务 爱情服务专线03-832-1280 接着九万一花收到